不是王赫帝也不是张灵赫,白露确认与这位Biz美男第三次合作。 很有可能白露将与这位男星第三次搭档, 比他曾经合作过的绯闻男友王赫帝和张灵赫还要多。 在中国娱乐圈现在,白露正崛起为一个明星, 受到喜爱通过在欢乐影视的作品中的角色。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勤奋, 他逐渐证明了自己在娱乐业的地位。 2023年见证了他事业的飞跃, 通过三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电影《长阅电明》、 《地爱卫影》和《宁安如梦》合作了一些知名的演员 如罗云熙、王赫帝和张灵赫。 目前,有传言说欢乐影视正在考虑让白露参与一个新的项目, 与王醒悦合作,一个年轻的演艺界的天才。 王醒悦,已在电影《小风暴》、 《时间的玫瑰》中的出色的开端,迅速吸引了注意力, 因为他的自然的演技和英俊的外表。 他也展示了多样的演技能力, 通过不同的角色,从配角到主角。 如果这些消息是真的, 那么《航门有湖》将是白露和王醒悦一起参与的下一个项目, 即两部电影《周生如故》和《宁安如梦》之后。 这两个明星的结合不仅是每个项目的吸引点, 而且还为中国电影界创造了一个新的浪潮。 王醒悦,自2020年以来,他的演艺事业发展迅速, 他通过《在玉楼春》、《公子倾城》和《有暗相来》中的角色, 清楚地展示了他的能力。 他不仅因为外貌而受到高度评价, 而且因为演技而受到赞扬, 被认为是欢乐影视的一个有前途的年轻演员。 凭借白露和王醒悦的美貌、才华和不断地努力, 新的电影项目《航门有湖》肯定会吸引公众和媒体的极大关注。 让我们一起关注和支持这个充满希望的合作吧。 这样我们就一起探索了关于电影项目《航门有湖》的最新消息。 你觉得白露和王兴悦的组合怎么样? 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频道, 以获取更多有趣的新闻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